中共二十大在全球的瞩目之下拉开帷幕 这场会议的主角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外界预料他将在这次会议上打破常规 正式开启第三个五年任期 不过各个国家关注这场会议 不仅仅是基于这个原因 大家也都希望通过这场会议来了解一下 习近平将会带领中国龙走向何方 中国未来的政经方针和政策是什么样的 比如那些涉及一带一路的国家 都想听听看这个政策还要不要继续 还能不能拿到贷款 那些想去中国的人 无论是去做生意旅游还是探亲 也都会关注 因为他们想知道 中国在动态清零政策上的态度 会不会发生转变 总而言之 全世界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系的 都在看着二十大 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年 政治和经济路线图会是怎样的呢 经济低迷的压力之下 习近平会走向开放吗 中国会走向与西方对抗的道路吗 北京会怎样去处理台湾问题 还有严苛的动态清零还会持续多久 而习近平下一个任期又面临着哪些麻烦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德媒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德国媒体对二十大的分析和评论 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 在振振掌声中 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了长篇讲话 作为二十大的重头戏 这份报告备受关注 因为除了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 习近平还提出了未来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方向 这也让外界有机会看到这个 被神秘笼罩的不透明世界的今后走向 《博林陈尤报》指出 对于中国民众和在华外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中国的掌舵者在讲话一开始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中国不会放松清零政策 这篇标题为 习近平要中国人为惊涛骇浪做好准备的文章写道 中国民众和在华外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习近平在讲话一开始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中国将会继续坚持严苛的清零政策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称 中国的防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习的此番表态也意味着 中国今后会继续与世隔绝 并且保持对整个社会的严格监控 与此同时 经济生活也仍然会不断地受到停摆措施的干扰 作者Fabian Kretschmer评价道 为了更好地理解习近平为中国描绘的愿景 就应当了解一下习近平在其二十大报告中 只字未提的内容 俄乌战争 房地产危机 创记录的青年失业率 以及无休无止的疫情风控 对人们造成的心理伤害 很多和民生一切相关的话题 在习近平的世界里绝没有一席之地 同样关于他个人的弱点也容不得公开讨论 本章还关注到习近平谈到国际局势的部分 作者认为虽然和西方国家关系趋冷 不过习近平的讲话并没有对西方加以安抚 他强调14亿中国人民要准备经受风高浪击 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评论认为习近平之所以一再地强调外来威胁 其实也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 评论写道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更是表现出了毫不动摇的姿态 他表示希望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习的这番表态并不令人意外 但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 习近平的明确表态仍然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即他不会以外交辞令去缓和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到安全这个字眼73次 而在十九大上只提到了55次 这也引起了德语媒体的关注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习近平这次报告的重点和他的前任不同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 党代会报告的关键词是发展经济 而二十大的党代会报告的主线则围绕着安全和控制 这篇标题为习坚守路线的文章写道 对于中共来说 本届党代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前两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江泽民都只完成了两个任期 这是为了避免再度出现毛氏一人暴政 党内所形成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有鉴于此 习近平在其报告中也为他的第三个任期进行了辩解 他多次强调了一些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这主要是指十年前他接任总书记时党所处的状况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那个时候党已经面临生死存亡 贪污腐败和松散的党纪正在断送党的统治地位 习近平认为是他挽救了党 与此同时 习近平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现代化的缔造者 并且会促成人类社会的新模式 在习近平的这个新社会中 宗教自由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习近平说宗教必须要中国化 习近平对他所完成的意识形态转型表示高度赞赏 他强调网络生态改善了许多 这是指过去十年当中 新闻审查制度得到了大规模的强化 文章还观察到习近平宣读报告期间 其前任胡锦涛一直是表情严肃 很难判断胡锦涛的表情是否同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有关 作者指出习近平讲话结束之后 习胡二人还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下 在主席台同一排就坐的还包括前任副总理张高丽 网球运动员彭帅对张做出了性侵指控之后 国际间曾经有人发起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吁 这也是事件发生之后 张高丽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虽然在讲话中习近平提到了不止一次共同繁荣 但他的下一个任期中如何提振经济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本来应该在二十大开会初期发布的第三季度GDP等经济数据 被无限期的推迟发布 这或许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信心 二十大召开之时 德语媒体给习近平过去十年的经济政策开出了一份成绩单 《南德意志报》指出 如今中国国内经济低迷 对外又与美国陷入贸易战 习近平在其第三个任期前有很多麻烦 这都是他自作自受 这篇评论以中国经济的困境为题 关注中国的经济环境 作者Florien Müller写道 消费低迷 房地产危机 贸易战 国家元首习近平在其第三个任期之前有很多的麻烦 这都是他自作自受 文章指出 中国经济被分析公司评为是岌岌可危 严格的清零政策彻底破坏了人们的消费信心 房地产行业正在处于债务危机之中 国内货币的疲软威胁着投资 全球需求下降危及到出口 再加上与美国的贸易战 和国内针对增长型产业的严厉整治行动 国内人民和外国的投资者 对党代会抱有很大期望 但实际上只能是失望 文章还援引专家指出 尽管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 习近平不会在下一个任期转向经济政策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的专家 钢特表示 以贸易促转变的时代已经死亡 德国的投资者和执政者需要明白 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政策车轮 不会再转回其前任领导下的开放路线 法兰克福汇报一篇标题为 习近平的死胡同的文章 也关注到了中国的经济低谷 文章评价指出 中国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小坑 为国家带来空前崛起的增长模式 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场大流行病使该国拖了很久的 结构性问题暴露出来 其中包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超过了四分之一的过热的房地产市场 现在热空气正在蒸发 房地产集团摇摇欲坠 私人资产被销毁 执政当局正在失去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并且在债务中陷得更深 高增长的时代似乎暂时已经成为过去 为何说习近平走入死胡同呢 作者也道出原因 失败的新冠政策显示了习近平在过去十年 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中国制度的弱点 他作为一个无懈可击的统治者的光环 使得早该进行的路线修正变得困难 即使是克制的批评 也被解读为不忠诚 专业知识已经被意识形态所取代 现在国家不是像过去那样 由务实的技术官僚统治 而是由控制狂的干部统治 他们最怕的就是不受习近平的青睐 文章再次把话题拉回到二十大 习近平是否会让身边只有唯唯诺诺的人 还是为能够指出不良事态 并且采取对策的总理留下空间 党代会将会显示出 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摆脱这种僵局 二十大之后 新的领导班子将会出炉 中国对内对外的未来政策 还需要假以时日才会变得清晰 这个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将走向何处 我们都在等待着答案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观点分析和预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德媒怎么说的全部内容了 德国之声为自由决策提供自由资讯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